在国内经济逐渐复苏的情况下 目前营建业碰到最大的就是缺工问题 根据内政部调查估计 缺口达3万人 因此112年内政部向劳动部提出引经移工方案 第一阶段15000个名额 已经有超过1万名获得申请核准 内政部也放过相关规定 希望鼓励有需要的营造业者提出申请 我上任的时候就接到很多的一个诚勤的意见 现在营建的一个缺工的问题蛮严重的 而且现在因为公共工程还有民间 因为经济的一个发展 相关的一个建筑的这些计划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就跟劳动部来讨论 怎么样来开放营造的一个移工 我们很高兴劳动部也支持 已经核定有15000名的营建移工 那目前也已经都开放申请了第一阶段 也已经合给大概1万出头的这个移工的一个原额 那大概还有4000多名 我们希望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个调整 只要这个愿意增加这个安定就业的费用 就可以把现行这个移工的一个比例 从30%提升到40% 另外也取消了甲级营造厂打九折的这个限制 所以也希望有需要的这个营造业 能够积极的一个申请 另外今年内政部也计划在向劳动部申请 15000个营造移工名额 希望有效疏解国内营建业的缺工潮 还会另外再增加15000名的营造移工 我想这个对苏姐国内的营造营工缺工的问题 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业界的一个反应也非常的热烈 也非常肯定政府的这项措施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